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6年辞职回家 然后我站在自己这个房子前面一看 突然冒出一个很大的想法 就是想把它做回民宿 我们当时也请过设计师 他们的设计确实还做得很漂亮 但是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是 希望把家乡的原土气息保留 原生它也保留 于是我就想着自己动手改造 自己动手设计 我们这边的房屋结构 都是中堂加东西两箱 然后我没有在主题上做很大的改变 像窗户、柱子、门 我都把它原本本本的保留了下来 然后我只是在那个西厢房里 加了一个玻璃的大厅、玻璃的墙面 然后让自然把它动于到这个房间里面来 让客人往里面做就感受到这个自然的气息 中堂我把它变成了我的小小的一个艺术馆 然后把自己历练的作品都把它展示出来 田医院我就只在前面加了一个景幕墙 把它的一个私密性 把它的一个神秘感 把它的文化风味做了一下 民宿做好之后呢 就迎来了很多的不同的客人 文化圈的、艺术圈的 他们都会到这里来聊聊天、喝喝茶、聚聚会 从这个主题的一个改造和构建来说就是说 让这些游客、客人、朋友 尽量地感受本土的气息、本土的文化 19年我们回到这个乡村的话 和先生打理这一间民宿 然后平时的话 我是比较喜欢做一些手工的 像春天的话 这边有野菜 我们会出去采一点野菜 做野菜饼给客人吃 夏天的话 这里有一些棕草药 所以会跑到外面去采一点回来 然后晒干 等到客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熬好 然后呢 把我们自自的王老吉给他们喝 冬天我们湖南人都是会 比较喜欢熏这个腊肉 腊鱼腊肉 这些腊制品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些 冬天就熏一些这些东西 还会做了个豆腐乳 我们这里俗葱、猫鱼 然后平时的话 我们一年世纪这里 也会有一些果子和一些花的东西 包括野生的和自己种的 红柜采回来 用来泡酒 比如说香肾、梨子、羊梅 这些等等 另外有空闲的时候 我还会做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包子馒头、饺子等等 这些东西 新章春虽然说不是很大 但是装下了我对自然生活的 所有向往 当年我提出将我们老宅改入民宿的时候 我们村有一十六户 最有一十四户 把它一起走了进来 就是成立公司 将整个小组进行整体打造 有稻田、和堂、用营基地、聚会空间等等 最初有些村民还是有疑惑和不了解 随着游客和入住的人数增加 他们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民宿让村民也慢慢富足了起来 邻里走动也多了 我觉得开放福祖的邻里关系 它是乡村生活的一个本真内核 我们民宿就把这种本真保留了下来 我太太所说的山培 就是陪客人聊聊天、喝喝茶 带他们去参观、尝试牙 跟他们讲述、尝试牙的历史 他们在这里吃着本地的菜 听着本地的故事 感受这种村村的生活 带他们体验这种民宿 给她带来的完整灵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